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尿拉湿了 我啥时候拉尿拉湿了 我没有 我就喜欢去 车子给我带着的 结果下大雨 车子放在后面全部淋湿了 我这底下是不做的 我这个坐垫是不做的 所以全部是雨 现在还湿漉漉的 然后呢就说 小花花今天给我到你一点多是两点多日 给我发个信息 说你嫂子给你买个榴莲 我说你给我嫂子给我买榴莲啥时候来 她说大概也就在后天嘛 后天他们来接小孩嘛 然后呢 我 你不是刚才小花年也说了吗 你也不给我截个图给我看嘛 我说我嫂子咱知道我吃牛 想吃榴莲了 结果嫂子那天在我直播间里面 嗯 让你看一下 嫂子在我直播间里面听我说想吃榴莲 然后她准备她给我买了一个 一个牛年两百多的 那家伙有的吃了 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 那是我 那是我小姑子买 感谢我们家哥啊 谢我们家哥 然后呢 家里面就没关注我的 左上角关注我一下 关注我一下 关注主播不迷路 主播以后有好物推荐给大家啊 到时候的话你们可以来我直播间 给你们 陪你们玩玩弄的啊 飞到哪里 飞到两远八斗这边 然后呢 她说后天能过来 后天呢 感谢我开心个 开心个 在刚加的 嗯 买牛年给小花花 买牛年给小娃娃贵的 妈呀 我等我玩一下 问一下 我小娃娃 你那牛年是给你贵的 不是给我吃的 我的妈呀 嗯 小孩在干啥 哪个小孩 那不是小孩 那我老公 我 搞了半天啊 对 老腿你是属于那种 一语精神梦中人 哈 你腿怎么了 我的吃货 这还有鱼 我的腿还麻的不得了 嗯 还有吧 我来 我来煮点 中午饭给我吃了 我要不要煮一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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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多了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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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没吃 中午十点到家 我一觉睡到 我今天我昨天晚上三点多起来的 那困的哟 那困的哟 都受不了啊 然后我第一次三点多起 这么早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起来 我就跟他们去买西瓜 买完回来 走到半岛上 我开三轮车那困的 眼睛都大迷糊 嗯 走点毛线忙 走点毛线忙 都五点多了 我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来去煮点饭 然后 中午的时候也没烧菜 我妈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 中午都不吃了 我不和他们说 中午不吃了 哎哟 他们中午没吃 白菜 后来我们回来过后 他们 又煮的饭给白菜吃 煮的饭给白菜 我一觉 我咋一直都时间没吃 你别吃啊 饭够了 饭够了 一瓶饭的快乐 然后我那会儿 我一觉睡到12点过后 起来我吃了两口 然后准备睡吧 也没睡了 我老爸不是在开手术刀吗 手上没有开个小骨头吗 然后我也没睡觉 然后跟我哥他妈再来聊了一会儿 啊 聊了一会儿天 你说 哎哟 感觉很深啊 五斤多了 五斤沙了 妈吃个汤 嗯 我来下汤 行吗 我来下汤 我来下汤 就下雨烦人 妈要是晚上下白天晴 晚上下白天晴 就多好搞 对吧 拜拜 上晚也拜拜了 哪个拜拜的 老姐你拜拜干啥去 你婆婆都会去我家看我女儿 哦 你是牛云啊 呃你是偶尖的你是哪个 你是哪个 华哥人家小老神的吧 嗯 嗯 他现在赶紧 你不知道他日清啊 他日清你看不到 后来嘛 就是那时候我 我不是到我婆家第一天 就把家里面呢 就睡了一晚 家里面东西全部搞出去 那个床底下 嗯 死丫头说你爸爸还留证据了 哈哈 他都见面来说你咱们怎么回复的 哈哈哈哈 你毛线啊 嗯 我告诉我我婆婆我当中婆婆面 我有的时候我也说了 那前两天的时候 我前面是我的大婆家嘛 然后我就 我婆婆就是 你看我大婆家 他他儿子他们 那两个儿子 然后每次回来家里面小孩子 他每次小孩子都是我大伯母他们带 然后小孩子是他们带 然后他们搞房子呀搞什么那个 都是他们自己搞的 我说我婆婆呢 我嫁到我婆婆家里面 我就盖着我家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是盖着一间上下我们结婚的啊 我们欠了七万多块钱债务钱 07年的时候 欠了七万多块钱债务钱 然后我们就是 我小 我儿子七个多月的时候 我跟我一天奶都没干过 我跟我老公 我就跟我婆婆说 那时候我公公跟我说说 哎呀你要嫁进门啊 到时候就欠债吧 一毛钱不让你还 不要我还钱 就叫我要来 只要来就行 然后呢 我那时候七个多月过后 我就跟我跟我公公说 你跟我婆婆家在家里把小孩带好 我们出去打工 一毛钱不要你们还 然后呢 就是年年多时间嘛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家里面欠的七万多块钱 自己还掉了嘛 后来我们这个房子都是我们还的账 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弄的 包括你看啊 我这个房子 虽说我公公那么盖的 借务钱是我们自己还的 然后呢 我以前不是住在那上面嘛 然后那上面我腿出了车祸过后 然后我不就是不能到楼上面去 然后这个房子啊 是我自己盖的 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盖的 就是找就是自己自己盖的 我的腿是车祸 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盖的 这个地平是我们自己打的 后面的住卷是我们自己弄的 包括我家这条路 包括我家这条路 也是我们自己修的 就是我公公婆婆 从来没问 没问过我们做过什么事 你看人家都说公公婆婆啊 家里面就一个儿子 我老公就一个儿子 一个大姑 一个小姑 小姑没结婚 大姑都嫁出去 外甥都十几岁了 然后都是我们自己弄的 其实我21岁嫁给我老公 所以你们好多觉得 我老公好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跟他的时候 我第一个年 我第一个年过年的时候 那穷啊 别人今天呢要水泥钱 二十八有人呢要水泥钱 二十九有人呢要钢筋钱 谢谢你在哪里哥 谢谢 三十都有人呢 问你要那个盖房子的钱 我那时候过年的时候 我就我妈那边那时候我妈也在农村住 然后就是养小猪嘛 然后我妈家一窝煮十几条猪 那一条猪都好几十斤啊 几十斤 卖了四千块钱 给我拿过来 然后该该不要说了 有些话不能说的 呵呵 你毛线的 我我又没说他们有多坏 我只是说他们好多事他不能做 对吧做不好 那我这么多年我要是觉得他们坏的话 我要觉得他们不好的话 你觉得就我儿子都十几岁了 我还能在一起过这么多年吗 那我早 如果我觉得他们不怎么好的话 我早也跟他们疯了呀 那我不一直没分家吗 对吧 那我 欢迎我将那个 嗯这是三五种吗 这是三五种吗 那我这么多年 我不是我公公他们 我公公婆婆跟我们在一起过生活 就是他们没钱 我们现在种地啊 公公婆婆也跟在一起做 然后都在一起做 他们没钱吃的喝的用的 我隔三差五 我婆婆要上街干嘛 我也给他钱 我公公他要想完的话 他钱我也是给他的 就是我们家基本上就是 我们钱也不分 家也不分 我只是有的时候 别人就觉得 哎呀你老公好啊 然后觉得 嗯 你你你嫁个好老公 如果你要是 你要是 你要是那个叫什么 嗯 你走了或者怎么样 就说哎 我老公说我不怎么好 然后说 我觉得我老公好 那你们有没有想想 那时候我一个21岁的女人 一个女孩子 嫁到他们家 从刚开始穷困了到 变到最后 反正自己靠自己 别人有的我也有 别人没有我也有 就是我自己那时候 我从我们08年出去打工 一直到14年我出吃货 我那时候 我是我们就是前两年 在浙江那边 把两年时间 那时候工资再两千多 我做基建货 我老公做几十货 才一千多 我两千多 那时候一天都干十几个小时啊 然后两年多时间 08年的时候 那钱本身就是一个 不没有手艺嘛 然后就做一些苦力活 然后把这些东西就是 一下子做完过后 把债务钱还完过后 我们是11年 把债务钱还完的 然后11年 就是10年 把债务钱还完的 11年12年 我在浙江义务那边 做这个做衣服 然后呢我老公跟着我 姑父他们那边 就是学挖匠 然后到13年14年 这两年我跟我老公 就是在工地上面干活 然后你想想一个女人 23 24的时候 在25 6岁的时候 在工地上干活 那不是说花的年纪吧 那那那那家我 那我要在工地上面出现 也是一道风景线呢 那干着大工的活 那也流差的呀 你玩豆瓶都小 我玩豆瓶 也玩了 19年玩的 18年就是 18年接触豆瓶 19年做直播的 嗯 然后你知道吧 那时候我出车祸的时候 28岁 在工地上 感慨一下吧 这两年好了 感慨一下 对 这两年真的好了 然后你知道吧 我出车祸的时候 我还在工地上 那那时候 也就我 我们一年年还完债的 然后11年12年13年14年 我11年12年在浙江医物那边做纺织 到12就是13年14年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两个 我13年我还不会做二将不会做小工 然后就是13年的时候就两个月 然后就是升级慢慢做大工 然后做着做着 就是两年的时间嘛 然后你知道吗 我们从08年欠了7万块钱 到最后 到最后变成 到最后我们就是14年 我出车祸的时候 我们存了20多万 虽说人家就存了20多万块钱 对于人家的老板也许一夜之间 就能挣来这么多钱 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没文化的人说 你看啊 就这四年我们自己翻身 自己做 然后自己什么都是自己弄 四年就是三四年 就把我们是08年 07年结婚的 08年出去打工的 14年我们就是从欠债7万 到我们手里面存了20万 就银行存了20万 然后就是工地上面 还欠我们八九万 然后就加在一起 我14年过年的时候 我就准备买房子的 你知道吧 那时候房子我们肥东这边 房子在3000多 好一点的4000多 然后那时候 我要是过年的话 再干个几个月 给我老公娘大概能存30多万 就是 就是 人民币 把毛的全部去掉 就是10的拿到手 就能拿到30多万 然后我们再加上 再借一点 借一点亲戚朋友的 我过去我那年买一百平方房子 三千多至四千的房子 我觉得都能买的 我那年我14年我就准备买房子的 我们不就这几年分身的吗 就自己干 拼命的干 那你想想一个女人嘛 二十几岁在工地上干 比男人干的还带劲 你想想也吃了多少苦 吃了多少累 好不容易吧 都没自己 还要可以分身浓浓把歌唱 然后自己可以买房买车买啥了 结果呢一场车祸下来 差点小命没了 真的在医院里面躺着 正正监护室里面躺了一个月 你都不知道白天黑夜 那时候经常到那个 到那个 你知道我们刚开始在手术室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三夜两天醒 醒完过后隔两天又去做手术 把腿截了又截 隔几天又截隔几天又截 就是在监护室的时候 你去看